穿着军人汗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度现身 斥责西方领袖不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 也不愿提供战机 冷眼看乌克兰灭国 泽伦斯基手持镜头只露出大头 背景一片白 显然可以让人看不出地点 他在开战后不定时上传影片 现在几乎每日一发 分析直指他处境危急 我们不能够抵抗人员 毁灭我们的基础 我们不能够抵抗人员 俄罗斯指控早已逃亡的泽伦斯基 站在像是总统办公室里自拍辟谣 泽伦斯基受访时又是不同地点 后方还堆起沙包 他曾一周内三次躲过收购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 和车臣特种部队的暗杀 他谈言自己来日无多 美国也准备支持乌克兰流亡政府 布林肯直言乌克兰已经拟定计划 确保泽伦斯基遇害后政权能够延续 美国也考虑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这项制裁实无前例要打击俄罗斯经济 以色列也跳出来斡旋 总理班奈特周六在没有通知内阁下 直奔莫斯科和普京会谈 班奈特表示俄罗斯知道 泽伦斯基藏身在哪企图要活捉 普京也强硬表态 乌克兰没有放下武器前 没有停战的可能 TVBS新闻综合报道